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台湾北部东北部 今明两天都是阴凉有雨的天气 在这秋凉的季节 一年一度的台北温泉季 也推出了许多优惠 探准了泡汤炫和这个温泉的促销 民众准备抢便宜 小朋友的泡汤舞 跳得可爱又热乎乎 真的让人想起泡汤的舒畅 2014台北温泉季在北头热闹展开 温泉业者推出住宿 泡汤和美食的好汤折扣 吸引消费者上门 一些饭店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 顶楼的大众汤匙 白黄温泉的水色 和大屯山厚重飞云相呼应 东北季风夹杂震雨和凉风 感觉真的是泡汤的好季节 穿着浴衣到各会馆里面 它有各会馆不同的优惠 比如说像我们家的话 你穿浴衣来 大众时的客人可以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 这两天东北季风带来水气 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 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 早晚温度只有21到23度 今天在北部地区 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其中在北部的山区 跟东北部的山区 会有局部性的好雨出现 台湾周边海域风浪大 外岛都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民众应该避免在海边 以及海上活动 记者图文恩李正田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